好 也是一个车祸 这个车祸地点发生在台中 那么被撞伤的是当地一位知名的 陈姓中医师 而撞他的是谁呢 是这辆执行当中的救护车 时间是去年的二月 那么这位这个伤患指控呢 他说你看到他的伤势非常的严重 那么脑震荡 甘裂 肋骨 这个断裂之外呢 膀胱也一味他非常愤怒 他说休息了一年多 还是有很多后遗症 同时他指控 说救护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已经遭到医院动过手脚 加了鸣笛声 被此院方否认 说行车记录器没有造假 此刻一切交给司法处理 深夜十点多 正在这矮目病患 从彰化要转转到台中的救护车 经过这个路口 撞上正要回家的陈医师 这一桩陈医师当场翻了好几圈 落地之后意识模糊 救护车的驾驶赶紧下车 路人也忙着报警 去年二月这场严重吃货 陈医师内外都是伤 有脑震荡 血胸 肝脏破裂 肋骨断了三根 膀胱也 胃移了 休养了一年多 还有不少后遇症 陈医师气愤的说 救护车人都还没有救到 竟然先撞伤人 而且他指控 救护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已经被医院动过手脚 当时陈医师就在这个路口 发生车祸 想用救护车的行车记录器 来回应现场就发现 行车记录器的画面 破线百出 应该是拉动 那个在场现场 那个铁柜的声音 有没有 这不可能在这个现场出现 他非复到一个 没有骗子的地方 应该声音会不见 结果他声音又多了四秒 注意看 他有关掉动作 已经关掉了对不对 还有声音 多了四秒 他把这个拉下来之后 他用带救我 他用带救我 有带救我 他用带救我 所以他这是完全 伪造的 就整个过程是多次伪造的 那也把不该路由的声音 入进去了 虽然医院已经被一过失伤害罪起诉 但院方强调 行车记录器没有造假 一切交给司法处理 不过被众的陈医师 自己就找出破绽 不排除要再对院方 一伪照证据提高 就陈思议员徐一林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